再我們來關心到美國軍援台灣 但這次用的方式非常特別是FMF 也就是外國軍事融資提供台灣8000萬美元的 這樣子的方式 不過到底要不要還呢 還有對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到這則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對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承諾 不是只在書面上 拜登政府在29號通知國會 將透過外國軍事融資FMF 提供台灣8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是美國首次以外國軍事融資的方式 提供台灣軍援 過去美國對台灣都是採對外軍售FMS模式 一個星期前宣布的5億美元對台軍售 就是屬於對外軍售 另外上個月28號 拜登首次動用總統撥款權PDA 提供台灣3億4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加上這次的8000萬美元外國軍事融資FMF 一個月之內 拜登政府以不同管道 提供台灣總共9億2500萬美元的軍援 其中4億2500萬美元屬於無償援助 美國的外國軍事融資一般是用在對主權獨立國家的援助 在這之前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提供給位於伊索比亞的主權國家組織非洲聯盟 一名國務院發言人對TVBS表示 美國提供台灣防衛物資及服務 讓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是符合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長久以來沒有改變的一種政策 美國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授權美國政府在未來5年 每年提供台灣最多2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以及要在12年之內償還的20億美元直接貸款 當時只有貸款有獲得國會撥款 這次提供台灣的8000萬美元無償軍援 是國會已補充預算撥款通過 TVBS新聞李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好我們就來看到這一次的FNF 這個外國軍事融資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當中可以看到其實是在今天宣布 美國宣布要提供給台灣8000萬美元 而且是無需償還 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台灣的自衛能力 但我們要來看到其實這次非常特別是不直接提供援助現金 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資助蒙古來採購美國的國防用品 當然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向美國來購買 有分為贈款還有貸款 那關鍵的是什麼 大家開始討論說 過去是美國提供這些外國軍事融資給哪些國家呢 過去來說都是一些主權的國家 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剛剛新聞提到了這個非洲聯盟 但這一次是不是也代表說 他們認定台灣是個主權國家 而且背後這種軍事融資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來聽聽專家的看法 我想其實這一次簡稱的話是FNF 外國軍事融資 他基本上是華府或是他會去做一個援助的 援助其他國家的一個方式 那這裡的話其實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他不是直接給你錢 因為如果是給你錢的話 這種東西有的時候很容易會可能會 就美國來說的話 他不能夠確定說這一筆錢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強化這個國家的國防 所以會變成今天他這邊的話 並不是直接給你中華民國這筆錢 而是讓我們在未來軍售的時候 可以用這筆錢來支付 所以今天的話如果他今天直接用FMF 直接給你中華民國錢 你有沒有可能拿去買其他國家的武器 這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今天美國他給FMF 就是希望你把這筆錢用在FMF 應該不能說希望 應該是說FMF就是他會希望 今天中華民國在付FMS 就是跟美國軍售的時候用這筆錢來付 所以等於說就是 今天美國政府付錢給中華民國 讓你來買我們的武器 對今天這個邏輯是這樣 那這邊的話他基本上 基本上來說是可以不用還場的 有沒有可能美國用這種方式 來限制一些特別武器 像是今天他會希望台灣在購買武器上面的話 可能要偏向先買什麼東西 那他就會說你買這個的話 你只有買這些特別的武器 才可以支付才可以用FMF來支付 我會覺得這是另外一種 美國會希望能夠給 不能說能夠給台灣 應該說美國會希望 給台灣在這個建軍或戰略規劃上面 一些你要說是導引也好 你要說是限制也好 我會覺得這是美國 他會做的一個 他會打的一個主意 不過針對這件事情 這個中國道的國防部 也對外表達抗議的聲音 他們是怎麼說 他說這樣子的方式 是只會養肥美國的軍工複合體而已 不過我們來看到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有什麼樣外交跟戰略上的意義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其實這一次的FMF 大部分都提供給主權國家 所以說這個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的所長 蘇芷雲就告訴大家了 其實他有一些特殊上的意涵 什麼是像這樣子不斷的經援台灣 就代表說美國過去對台灣 都是一個戰略模糊的路線 但現在逐漸走向一個 建設性清晰的情況 而且他也是視為台灣 為非北約這個組織裡頭的主要盟國 重點是要防止軍事天平的傾斜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等同在打擦邊球 而且對美中關係 還有美台關係有什麼的影響 我們繼續來聽專家的分析 我倒覺得這邊我套用一句中國大陸 很喜歡講的 就是他會認為說 美國在打擦邊球 美國會利用這一些 有一點點曖昧不明的方式 來去達到說 感覺上好像在一些議題上面 是很支柱台灣的 但是最重要的在於 台灣跟美國 還有中共這邊的一個三角關係裡面的話 美國國務院絕對他還是把這個立場 踩得非常死的 我會認為美國會利用這個國務院 或者是在這個立法部門 甚至是國防部 甚至是白宮 這一些各種不同的 立法行政部門之間的一些 對外的立場不同 來去做到一個很好的一個位置 或者是說避免去讓這個情勢 會去更加的一個升高或誤判 那美國也會希望做這樣子一個動作 來對日本韓國 甚至是菲律賓或其他國家進行表態 這也是我們在國際關係 經常講的一個再保證 他會希望透過這樣的行為 來告訴這些其他國家說 我連中華民國台灣 我都會這樣援助了 那你們其他國家 就更不要去動搖軍心 更跟美國這邊有更多的互動 我覺得這一塊是美國 在外交上面的考量 那最後當然也會包含到一點 就是美國接下來也要準備 開始跑大選了 那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執政黨 民主黨拜登這一邊 他會不會也希望透過這一些行動 來去表達他對區域安全的重視 我覺得其實這一些都是會 在他整體考量的範圍內 好我們再來關心的是 東北亞地區的情勢 似乎越來越緊張 尤其是南韓 現在跟美國聯合軍演 而且美國的戰略轟炸機 也特地飛往了朝鮮半島 不過這樣的動作 當然讓北韓也就是朝鮮非常不滿了 朝鮮甚至呢 其實在周三午夜這個時間點 連續發射了兩枚的彈道飛彈 表示他們的抗議 各大電視台深夜速報 因為北韓周三近五夜又挑釁 連續發射兩枚彈道飛彈 揣測與美韓軍演 脫不了關係 十幾點巧妙 陣風南韓已知自由護盾軍演 美國空軍部署B1B戰略轟炸機 從關島飛底朝鮮半島只要兩個小時 可攜帶57噸武器 載彈量高出其他機款 北韓軍演奏軍演奏 光是今年南韓空軍已經第十度 與美國轟炸機演習顯然惹怒北韓 不過這回B1B飛到東北亞 同時和日本戰鬥機 進行空中演訓 面對美日韓近期緊密軍事合作 北韓當局也不忘拉邦結派 外媒傳出俄羅斯國防部長 前往平壤時 積極詢問進口北韓武器 美國緊盯北韓的一舉一動 今年已知自由護盾演習週四 最後一天 太空軍也參與混合動力戰訓練 可見不只在地面 太空同樣加強解背 TVB新聞 備戰永遠都是為了止戰 這個是戰場上 還有這個戰爭裡頭不變的真理 不過現在我們要來看到 已經開打的戰爭 就是俄烏戰爭 現在最新的進途是什麼 就是烏克蘭軍隊 現在用改造過後的海王星行域飛彈 偷襲克里米亞 當然俄羅斯也非常不滿 有無人機轟炸機服 深夜一枚飛彈 飛向克里米亞東部 接著就看到火光和濃煙 烏軍疑似發射一枚 改造海王星巡翼飛彈 不過根據俄羅斯說法 防空系統成功攔截 前一晚俄羅斯才對基輔發動大規模空襲 28枚飛彈和16架神風無人機飛向基輔 不過只有一架無人機 沒被防空系統攔截 很不幸的這架無人機造成兩人死亡 沒有反倒 但東北部哈爾科夫防空系統 不像基輔一樣強大 因此哈爾科夫地鐵站裡 開始打造教室 讓小朋友不用擔心空襲警報 安心上課 不過也有家長認為出門就是危險 寧願讓小朋友繼續線上學習 TVBS新聞綜合報導